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应是拒绝和冷漠 如果说一个女人第一次见你 就对你很好 对你有好感了 那根本就不需要你去聊 只要你不拒绝 她不得天天黏着你 但更多的时候 是你很热情 她却只会泼冷水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觉得她让你很没面子 觉得不想继续下去 那其实就是错失了良机 聊中年女人 男人一定要有撕不破的厚脸皮 赶不走 骂不跑 女人是感性的 会因为习惯而爱上一个人 而她觉得 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离开的时候 也就是她爱上了你的时候 就算你不主动 她也会主动来聊你 有足够的耐心 相比起年轻的女人 中年女人考验一个男人的时间会更长 二十多岁的女人 可能认识几天 觉得有一些好感 就会答应你的爱 会跟你在一起 但中年女人不会 没有几个月 根本就不会给你机会让你靠近 毕竟 就算她对你也有好感 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得到 这会显得她很廉价 所以她会打击你 刺激你 会保持和你若即若离的距离 你若是没追几天就觉得烦了 那她不仅不会同情你 还会在心里坐实 你就是一个想占她便宜的渣男 聊中年女人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爱 不用你付出多久 她就会主动来聊你的 有保护她的能力和主见 女人在任何一个年纪 都是缺乏安全感的 而女人的安全感 多半是来自于男人 所以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活中 你都要表现出 有保护她的能力 在安全感的庇护下 女人很容易就会 交泄 投降 男人也要有自己的主见 这不仅仅是你能力的体现 也是你阅历的体现 给她浪漫 女人对于浪漫是毫无抵抗力的 世人都有虚荣心 越正经的女孩子 就越吃这一套 所以 当你和女人感情震浓的时候 可以找个机会 偷偷给她布置一个惊喜 鲜花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红玫瑰错不了 灯光要昏暗一点 这样才有气氛 记得 把酒给她满上 在酒精的作用下 女人的情思会更加敏感 你说几句甜言蜜语 她就会忍不住 对你偷怀送抱 给她感动 女人是感性动物 她们的心其实很柔软 特别容易被打动 当你感动了她 她会心甘情愿 为你付出一切 做到这一点 有两个方法 一是 男人可以跟她一起 回顾彼此的美好记忆 重点突出 你都为女人做了些什么 二是 在女人生病或难过的时候 细心照料 尽量把自己搞得憔悴点 这样一来 女人的心房就松了 认定你是哪个 值得她托付终身的良人 对你再也没有保留 给她自己 所谓冲动是魔鬼 而女人恰恰又是个 经不起刺激的 当一个女人对你上了心 最害怕的就是失去 当你对她好的时候 她还没有什么危机感 当你对她冷淡的时候 女人就开始慌了 女人会翻来覆去地回想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 所以你才会这样对她 为了安抚你 女人不仅会收敛自己的脾气 还会刻意跟你亲亲抱抱 来取悦你 男人表现得委屈一点 女人就立马顺着你了 周年女人多半不会愿意交一个 像弟弟一样的男朋友 而是想要一个可以为她引路的大男人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她又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呢 当然 并不是要求你很有钱 或者有八块腹肌 而是在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能义无反顾地 听声而出 对于这样的男人 女人反而会主动来聊你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